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是赞杜谷仁波切的弟子 非常感谢仁波切多年的教会 我才能坐在这里 跟大家分享多结雄灯的修持和历史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谁是多结雄灯 他是如何化现成为一位护法神 以及化现为护法神的原因 在开始的部分 我将先来讲解多结雄灯 在化现为护法神前的转世身份 他的各个转世身份显赫且备受敬奏 因为他在每一个转世中 都为佛法的弘扬 做出莫大的贡献 多结雄灯护法的第一个转世身份 就是文苏菩萨 众所周知 多结雄灯护法 就是文苏菩萨的愤怒化身之一 接着就是具有神通力的皮瓦巴 藏文创造者的吞迷桑布扎 对佛法在西藏的建立和兴盛 有着卓越不朽的贡献的 赤松德赞国王 著名以及尊贵的印度大成就者 纳洛巴 伟大的发力大师 罗丁舍拉尊者 西藏佛教史中特别著名的成就者 热罗艺师 萨迦派的佛教大师 萨迦班智达 接下来的转世身份还有 在孩童时期就已经能够与文苏菩萨对话的 不顿仁亲诸 宗喀巴大师八大弟子之一的 实力主萨巴兼赞 非凡佛教大使的班禅索南萨巴 最后就是关键的转世身份 度故萨巴兼赞 若要谈多结雄灯是怎么化现成为一位护法神 及其中的缘由 我们就必须看多结雄灯 多个转世身份中的其中两个 他们分别是持力主萨巴兼赞 及度故萨巴兼赞 这两位佛教大师 是多结雄灯护法视线的关键人物 在持力主萨巴兼赞那时代的某一天 捏种护法化身为一只白鸽 在宗喀巴大师 及与开斥的大殿中盘旋 当时在场的持力主萨巴兼赞 留意到了这只白鸽 开始结束之后 持力主问白鸽 因何故出现在自己上师的开示上 突然间这只白鸽 化身成为一位小男孩 小男孩请求一个人 成为守护宗喀巴大师 所传授的龙树菩萨中观教会的护法神 因为这些教会非常殊胜 未来或许会没落 因此需要特别的守护 由于持力主萨巴兼赞对他的上师 也就是宗喀巴大师 有着无比的一只心与敬爱 他理所当然的答应了捏种护法的要求 自己将成为护卫宗喀巴大师 所传授下来的龙树菩萨之中观教会的不共护法神 后来到了杜骨扎巴兼赞的时代的某一天 杜骨扎巴兼赞透过神域 在降神仪式上与捏种护法谈话 捏种护法提醒杜骨扎巴兼赞 他前世所许下的承诺 那就是成为护卫宗喀巴大师 所传授下来的龙树菩萨之中观教会的护法神 但是像是杜骨扎巴兼赞 这样已经正得修行大成就的佛教大师 心中就只有十杯 根本没有丝毫的愤怒 于是他向捏种护法询问 如何成为一位愤怒护法 捏种护法答应杜骨扎巴兼赞 将帮助他成为一位愤怒护法 那么后来杜骨扎巴兼赞 又是如何化身为护法神 我们就必须了解杜骨扎巴兼赞之死 是怎么一回事 而他的死又是为了什么 当时的杜骨扎巴兼赞 与武士加瓦仁波切 哑望罗桑加措享有相等的名气 年纪也是相近的 因此他们一同跟四世班残老妈 洛桑雀吉兼赞学习佛法 他们一起学习 一起变经 大多的时间都在一起 他们都居住在折邦寺 杜骨扎巴兼赞居住在上院 武士加瓦仁波切 则住在下院 他们住所的名称 是依当地地理位置而取的 虽然他一样跟武士加瓦仁波切 一同跟四世班禅老妈修法 但他也向武士加瓦仁波切求法 很多时候杜骨扎巴兼赞 也会向加瓦仁波切做供养或侍候他 也伴随加瓦仁波切到处弘法 他甚至邀请加瓦仁波切到他的住所 请求加瓦仁波切赐予多个长寿灌顶 这就表示杜骨扎巴兼赞为人十分谦虚 尽管杜骨扎巴兼赞为人谦虚低调 但由于他的修行成就极高 名气自然远波 更因此吸引了来自各地的信众 远从中原及蒙古 跋山涉水到西藏 只未见杜骨扎巴兼赞一面 这些信众当中 有的还是皇室或贵族 也因为这样 杜骨扎巴兼赞的弟子的人数 所得的供养就包括名气 都比武士加瓦仁波切来得多 当时人们都觉得杜骨扎巴兼赞 比武士加瓦仁波切来得出名 跟武士加瓦仁波切同居在 者放肆的杜骨扎巴兼赞 引起了加瓦仁波切 侍从的妒忌及紧张 他们认为杜骨扎巴兼赞的存在 将威胁武士加瓦仁波切的地位 于是他们开始计划 铲除杜骨扎巴兼赞 并策划杀害他 加瓦仁波切的其中一位侍从 是索南雀贝 由于他对武士加瓦仁波切 十分忠诚 于是他也就非常担忧 武士加瓦仁波切 在藏地的地位不保 他认为此事不能不做些什么 因此而起了秘密杀害 杜骨扎巴兼赞的念头 后来索南雀贝和另外一名叫做诺布的侍从 三番四次尝试杀害杜骨扎巴兼赞 但是没有一次能成功 他们尝试用刀子捅死杜骨扎巴兼赞 但杜骨扎巴兼赞可说是刀枪不入 每个索南雀贝和诺布 捅向杜骨扎巴兼赞身上的部位 那个部位就会长出眼睛 把他们给吓跑了 这是因为杜骨扎巴兼赞根本没有被杀害的业力 随后他们也尝试毒害杜骨扎巴兼赞 将毒性非常强烈的毒药放入杜骨扎巴兼赞的食物中 这种毒只要有一滴的分量 就足以撒死一头卯牛 但是杜骨扎巴兼赞竟然不受影响 因为杜骨扎巴兼赞是一名修行非常高的修行者 进入他体内的毒 完全伤害不了他的身体 因为他能够全然控制体内的脊脉 这让索南却被和诺布惊呆了 最后 为了完成持绿主杜骨扎巴兼赞过去对捏走护法的承诺 也为了能够划线成为一名愤怒护法 杜骨扎巴兼赞告诉武士加瓦仁波切的两位侍从 如何才能真正的把他杀死 那就是用一条哈达噎死自己 于是他们就照着杜骨扎巴兼赞的话 把他给杀死了 这样的情况导致杜骨扎巴兼赞开始自吸时 心中生起了少许的怒气 但你因为这股少许的怒气 使得原本在心中只有慈悲的杜骨扎巴兼赞化现为一名愤怒护法 多结雄灯 杜骨扎巴兼赞的死存在暴力的因素 那是因为他必须化现为一名愤怒护法 杜骨扎巴兼赞原济之后 有的人说他成了厉鬼 但是像是杜骨扎巴兼赞这种修行有成 且是拥有多个高成就者转世身份的高僧 已经不再受因果及业力的牵连 即便他的死存在暴力的因素 但他已经证悟的心识 只让他化现成为一名愤怒的护法神 而非厉鬼 接下来我将跟大家分享的事迹 将向全世界证明 杜骨扎巴兼赞的死 完全是为了成为一名愤怒护法 以及他是一位修行成就极高的拉玛 在杜骨扎巴兼赞原济之后 许多来自远近各地的信众 前来参与他的土皮仪式 向他致上最后的敬意 当人们尝试点燃木材 燃烧杜骨扎巴兼赞的圣体时 任他们怎么点火就是烧不起来 这时武士加瓦仁波切的弟子看到了这一幕 他们连忙回去禀报武士加瓦仁波切 并且告诉加瓦仁波切 是他们自己的人将杜骨扎巴兼赞给杀害了 接着武士加瓦仁波切即刻撰写一篇奇愿文 以表达内心的歉意 并在奇愿文中赞颂杜骨扎巴兼赞的高尚德行 表达他对弟子的所作所为感到懊悔 武士加瓦仁波切的弟子随即将此奇愿文 送到土皮仪式的现场 并大声朗读之后 材堆便自然地烧了起来 突然间我队中冒起了一团黑色的浓烟 浓烟形成了一只巨手 笼罩着拉萨的上空 加瓦仁波切看到这种情况 有感那不是一个好的征兆 自此拉萨就失去了原有的平静 到处都是地震和骚乱 干旱和饥荒 种种的情况都显示了 这是那些杀害杜骨扎巴兼赞的人 累积的工业所引发的后果 因为他们杀死的是一位圣贤 情况后来发展到 加瓦仁波切想安静地喝杯茶都不可能 因此他只好向一位法力高强的法师求助 武士加瓦仁波切找来了敏珠林拉玛 这位拉玛的火供仪式具有非常大的威力 据说他进行的火供仪式能超度最凶恶的邪灵 在火供仪式中 敏珠林拉玛运用观想 将当时人们误认的邪灵 也就是杜骨扎巴兼赞 放在勺子上 再倒入火堆中 燃烧并超度这个邪灵 但是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 每次当敏珠林拉玛将这个邪灵 倒入火堆里的时候 文苏菩萨的愤怒化身大威德金刚 就会从火焰中升起 然后安坐在勺子上 又一次 当敏珠林拉玛再度专注地对勺子施法的时候 金甲义护法化身成为一个美丽妖艳的女子 在敏珠林拉玛面前起舞 扰乱她的注意力 这时 多杰雄灯护法与金甲义护法 双双重火堆中消失 在这一次的火供仪式后 陆续还有拉玛进行无数次的仪式 却依然没能将这个邪灵消灭 最后 武士加瓦尔仁波切开始意识到 他并非是邪灵 而是一位已经证悟的护法神 于是 武士加瓦尔仁波切 写了一封正式的公告及其愿文 认证多杰雄灯 为杜古杂巴肩赞 直接化身的护法 同时 也承认多杰雄灯护法 是这个时代不容争议的护法 从那时起 笼罩着拉萨上空的黑影消散 加处死亡 冰暴下降 地震等乱象 逐渐停止 拉萨重现惺惺向荣之相 这一切发生之后 多杰雄灯因自己的前世 曾是萨迦派的大师 萨迦班智达 他与萨迦派有着非常久远的联系 因此当时的萨迦崔金 达千金刚池 所难忍清 认证多杰雄灯 为以证物的佛教护法 萨迦派的纵大师也预言 从今以后 多杰雄灯会成为世上至尊的护法神 他的法力也将与日俱增 因此 在萨迦派中 多杰雄灯护法的修持 受到相当的重视 很多萨迦派的大师 都为多杰雄灯撰写起愿文 墨青贡嘎伦伦珠给多杰雄灯护法 撰写了第一篇的仇贡文 第三十任 萨迦崔金所难忍清 将多杰雄灯护法 金甲伊护法及紫马护法 奉为萨迦派的三大护法 第三十一任 萨迦崔金贡嘎罗作 为多杰雄灯撰写夺马供养文 第三十七任 萨迦崔金贡嘎宁波 也被人认作是多杰雄灯护法的化身 第三十九任 萨迦崔金扎秀天烈人亲 认多杰雄灯 为跟大悲观世音菩萨 拥有相同性性的护法神 而在格鲁派中 自五世加瓦仁波切起 多杰雄灯的法门便已开始扎根 当五世加瓦仁波切 意识到自己误会 杜骨扎巴尖赞为邪灵后 他已经立刻撰写起愿文给他 并且承认多杰雄灯为一名佛教护法 五世加瓦仁波切 也亲手造了一尊多杰雄灯护法像 这尊像至今 依然完好的保存在尼泊尔的佩杰林寺 除此之外 五世加瓦仁波切 更为多杰雄灯建造一座护法殿 那就是位于西藏拉萨的炸爹康萨 现今格鲁传承的多杰雄灯护法启用文的撰写 都是基于帕崩卡仁波切的战胜诸方之古音 这部经典是依据塔普莲花金刚 以神通力道斗率天 向多杰雄灯所求得的法门 战胜诸方之古音 也包含了萨迦崔金拱嘎罗卓 撰写的夺马供养文 格鲁传承中 还有很多伟大的上师 也为多杰雄灯撰写起问文及礼赞文 其中就包括 至尊林仁波切撰写的 多杰雄灯护法事业劝请文 五世加瓦仁波切撰写的 咖切马波礼赞文 至尊第十四世加瓦仁波切 所撰写的无碍金刚音 甘丹色贡金刚石所撰写的薰烟贡 以及尊贵的泽美人不切 所撰写的多杰雄灯 增益化身宝胜雄灯的奇缘文 在汉女中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 那就是人故有意思 或重于泰山或轻于红毛 杜古扎巴奸赞的死 是全然为了实现他前几世 所许下的承诺 那就是成为护卫宗喀巴大师 对龙树菩萨中观教会的不共护法神 这也直接地告诉世人 多杰雄灯的存在 他的发心都是慈悲无私的 发生在杜古扎巴奸赞身上的事 是有菩萨心肠的人才能承受得起的 祈愿每个众生都能获得 多杰雄灯慈悲的加持 好让我们可以安心地走在这条修行的道路 一直到我们修得菩提心为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